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机管局昨天向立法会交代机场三跑道系统的最新发展 说疫情持续下 未来几年机场营运盈余和机场建设费 可以提供给三跑道系统的资金会减少 机管局计划未来一年发债集资 包括最多40亿美元 即是大约312亿港元的美元机构债券 并视乎市况发行最多200亿元的港元债券 其中50亿元属于零售债给公众购买 《东方日报》报道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大计 规划处早前完成的第二阶段棕地检视工作 认为牛潭美地区大约18公顷棕地可以作房屋发展 由于北环线或在牛潭美设站 为更全面检视牛潭美地区的土地用途 当局建议进行牛潭美土地用途检讨研究 发展局回应议员质询时说 短期内会展开研究 目标是在2023年内完成 另外局方又初步建议 将新田救密城作企业和科技员用途